哈喽大家好,我是大叔亮哥 平平时间9月20日,2023年安徽城青少年田径冠军赛正在火轮机当中 今天给大伙介绍的是男子15岁至16岁组100米决赛的比赛 而我今天给大伙介绍的主角就是来自楚州的高泽 现在高泽宁颖才只有16岁 可以说也是我国短跑懒懒生气的新鲜 最终高泽以10秒72的成绩破纪录结果 指数的意思是高泽是一位100米和200米双肩像的选手 这两年经过高泽的不断刻苦训练 他的成绩也有了大幅度的比赛 其实在去年进行的2022年安徽省第15届青少年运动会中 高泽就有着非常长颜的两线 当时高泽处在第三赛道 比赛之后高泽就一路旁飙 最终高泽跑出了10秒97的成绩不滑 而这个10秒97的成绩也打破了该年龄段该项目的赛赛 但这个并没有结束 在接下来参加的200米决赛中 高泽上演了精彩的密切 200米高泽处在第五跑道的位置 结果在前半层有点落后的情况下 高泽在最后20秒的时候连超两人跑出了22秒37的成绩夺贯 当时的高泽年仅才只有15岁 经过这一年多的努力 高泽的成绩意为了智能飞跃 就在2023年学青会中 高泽的表现也是爆棚了 学青会高泽标出了10秒72的成绩 在刷新个人PP的同时 也打破了男子遗嘱100米的低落 结果到了本次田径冠军赛中 高泽的表现更是惊艳了群叹 今天高泽处在第七跑道的位置 决赛比赛课后 高泽起跑并不好只躲在第七位 不过这个时候 只见高泽开始展现他的超强合成加速能力 开始奔资最 只见高泽连超六人近年聚了三代 只见高泽在聚火时刻实现了逆撞 最终高泽以10秒72的成绩逆转变化 而这10秒72的成绩不仅再次刷新了高泽的个人PP 并且也打破了该项目的赛回移落 而这10秒72的成绩也大幅度达标了 国家一级运动员10秒93的标准 而这10秒72的成绩也超越了同期的非人书饼天 要知道书饼天在他16岁的时候 百米最好成绩才只有11秒34 可见高泽还是极具强硬的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 看一下体育赛设 有我大手想办 我们下期再会